接下来这个小单元 我们就用三个例子 来跟各位同学说明 间开线正齿轮 镍合传动的干涉检验 首先我们看 这一个一对压力角 为二十度的间开线正齿轮 互相镍合 那它的齿形是标准的全身齿 齿数分别是十八尺跟三十尺 已知磨数是六mm 齿关长度是六mm 试问有无干涉产生 那这个有无干涉产生 我们一般会去检验的是小齿轮 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检验大齿轮 不过我们这里先来检验小齿轮 也就是我们来检验跟大齿轮 裂合不产生干涉的这个小齿轮 最小的结缘半径是多小 或是最小的尺数是多少 然后拿来跟题目的这个十八尺 或是题目的这个小齿轮的结缘半径来比较 然后我们就会知道会不会产生干涉 好首先我们计算 这个小齿轮的结缘半径是五十四mm 那大齿轮的结缘半径是九十mm 那大齿轮的齿关圆半径是九十六mm 它的基缘半径是结缘半径乘上cos phi 压力角是二十度 所以我们可以算出来 它的基缘半径是八十四点五七mm 从这里我们可以计算AP的长度 那AP的长度是等于AF的长度 减掉PF的长度 那F我们刚提过是利用直角三角形 O3AF这个直角三角形 B4定理我们可以得到 所以它等于齿关圆半径的平方 减掉基缘半径的平方开根号 然后再减掉PF是R3乘上sine phi 所以我们有了AP以后 那我们把AP等于14.64算出来之后 那我们可以经由18这个式子 O2P是等于AP除上sine phi 也就是AP的长度 从直角三角形O2AP我们知道 O2P是斜边 那AP是直角三角形的一个骨边 所以我们可以从18式算出 O2P等于42.82 这个代表跟下面这个大齿轮 涅合不产生干涉的小齿轮 最小的小齿轮的绝缘半径 长度是42.82mm 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原来的18尺小齿轮 它结缘半径是54mm 很显然它比这个42.82mm来得大 所以它不会产生干涉 那我们也可以去算它不产生干涉的小齿轮的尺数 到底是多少 用齿数来比较也可以 所以我们去计算 对应的这个最小的齿数是多少 刚刚算出来的最小的绝缘半径是42.82mm 那磨数是6mm 所以我们可以算出来最小的齿数 从这里算出来是14.27mm 那我们的齿数一定是正整数 所以我们最小的齿数要取比14.27mm大的下一个正整数 就是15尺 那我们这个题目是18尺 所以比15尺来得大 因此我们知道它不会产生干涉 那接下来 我们也可以从 这个跟这个小齿轮裂合 不产生干涉的大齿轮 最大的齿光源半径 或是最大的齿数 是多少 我们来检验 那这边的检验就是说 我的中心距是 原来我裂合的这么长的中心距 来检验 这个大齿轮 可以用到多大 在这样子的中心距之下 来比较 好 那 这个能然是小齿轮的 这个结缘半径 大齿轮的结缘半径 它的齿光源半径 好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所要的中心距 是144mm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中心距不变之下 我来看看 跟现在这18尺的 这小齿轮裂合 我能用的大齿轮 最大的齿光源半径 可以用到多大 或是最大的 这个大齿轮的齿数 可以用到多少个齿数 好 好 那 这个大齿轮的基缘 半径是 20这个式子 这我们等一下计算会用到 所以在这边先算出来 那 af 的长度 是等于 ap 加上fp 所以我们把它带进来 可以得到 21这个式子 也就是说 af 的长度 等于中心距 c 乘上压力角的正旋值 所以我们能用的大齿轮 齿光源的半径 最大 是22这个式子 也就是 利用b4定理 我们从这个直角三角形 o3af 把 我们能用的 最大的齿光源半径 ra3 把它算出来 是22这个式子 那请注意 22这个式子里面 我们用到 原来 裂合的这一对齿轮的中心距 我们就说中心距不变 所以22这个式子 代表的是我们能用的 这个大齿轮 最大的齿光源半径 我们把已知的数据带进去 我们可以得到 最大的齿光源半径 是97.87mm 那换句话说 跟这个小齿轮裂合 不产生干涉的大齿轮 最大齿光源半径 不能大于97.87mm 那我们这个 30尺的这个大齿轮 它的齿光源半径 是96mm 所以比97.87mm 来得小 所以 我们说它不会产生干涉 那如果我们要算它的齿数 那因为 齿光源半径是等于 这个结缘半径 加上齿光的长度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 最大的大齿轮的 这个结缘半径 R3 Max 是等于91.87mm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 最大的结缘半径 我们也可以拿来去检验 我们原来的大齿轮的结缘半径 90mm 是比这个还来得小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知道 它不会产生干涉 那如果要算齿数 那磨数是6 所以我们带进来 可以得到最大的齿数 应该是30.62尺 那在这里我们 要取的最大的齿数 必须取比30.62 小的一个正整数 所以最大的齿数 是30尺 那我们这个题目 用的是30尺 在中心距不变之下 我们知道 这个题目所用的30尺 跟18尺 这个小齿轮裂合 是不会产生干涉的 好 那接下来 我们看 另外这一题 如果一对压力较为20度的 间开线正齿轮互相裂合 它的齿型 是标准的全身齿 齿数分别是16尺跟24尺 已知磨数是5mm 齿观是5mm 诗问有无干涉产生 好 那我们的解法 我们先求跟这个小齿轮裂合 而不产生干涉的大齿轮 最大的结缘半径 或是最大的齿数是多少 那在这里我们不去考虑 中心距维持不变 我们只考虑 这个小齿轮 我们拿大齿轮来跟它裂合 那我可以用到多大的大齿轮 好 那题目给的小齿轮的结缘半径是40mm 那题目给的这个大齿轮 24齿轮的这个大齿轮 它的结缘半径是60mm 那大齿轮的齿观圆半径是65mm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算出 AP就是这个从小齿轮这边来计算 AP是13.68mm 那因为AP是等于AF-FP 也就是我去计算下面来跟我裂合大齿轮 最大的大齿轮 它的这个齿观圆半径 会是多少 或是结缘半径会是多少 那我们等一下看到的 我们将用结缘半径来计算 AP等于AF减掉FP 我们把这个齿观圆半径 我们用结缘半径加齿观的长度 带进来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AP等于25这个式子 那AP 我们从前面这个小齿轮 我们已经得到它是13.68mm 那齿观长度是5 那压力角是20度 所以我们带进来 是26这个式子 那从这里 这个式子我们可以解得 最大的大齿轮的结缘半径 R3是252.2mm 那我们所用的这个大齿轮的结缘半径 只有60mm 所以比这个最大的大齿轮的结缘半径 来得小很多 所以肯定它不会产生干涉 那如果我们需要知道它齿数 同样的 因为魔数是5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算出 它的最大齿数是100.88 那我们要取正整数 取比100.88来得小的正整数 所以最大的大齿轮齿数应该是100尺 那我们这个题目 那个齿数是24尺 所以小于不干涉的最大的齿轮的齿数是100尺 所以我们知道它不会产生干涉 好我们这个小单元 用例题跟各位同学说明 如何进行 间开腺齿轮涅合传动的干涉检验 谢谢